现在,麦克斯成了野兽之王。 野兽们全都乖乖地听麦克斯的话,他们向他鞠躬,给他戴上王冠。 现在,让野兽们闹起来吧!麦克斯喊道。 于是,所有的野兽们都闹起来了,他们对着月亮唱歌,在月光下跳舞。 他们爬上大树,在树枝间荡来荡去。 他们还让麦克斯坐在肩膀上,进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典礼。 终于,野兽之王发出新的号令。 停! 麦克斯没让野兽们吃晚饭,就让他们睡觉去了。 可是,这个野兽之王突然感到孤独起来,他想到一个被人爱的地方去。 这时,从遥远的世界的那一边,挑来了好吃的东西的香味。 他决定离开这个野兽出没的地方。 他不要再当国王了。 可是,野兽们喊。 哦,请不要走! 我们要把你吃掉! 我们如此爱你! 麦克斯坚定地说,不! 被麦克斯拒绝之后,野兽们发出可怕的咆哮,摸着可怕的牙齿,转动着可怕的黄眼睛,伸出可怕的爪子想要留住麦克斯。 但麦克斯还是上了他的小船,跟野兽国挥手说再见了。 然后,他日夜航行了一整年,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,经过白天,麦克斯又回到了他自己房间的那个夜晚。 他发现,他的晚饭正等着他,而且,饭还是热的。 野兽国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 小朋友,你听懂这个故事了吗?